中第四天本土疫情又爆发 10号新增37例本土个案 只有11例是阴转阳 其他26例让指挥官 陈时中相当忧心 只有11例是阴转阳 26例只有两个 两三个群聚 那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37例本土个案 主要分布新北高雄和屏东 还有桃园 甚至更新增一列家族群聚 6例确诊成员不止横跨县市 新北高雄屏东 足迹海岛台中苗栗 过年后确认有三起家庭群聚事件 跨县市家庭是其中一案 另外包含新北板桥5人染疫 高雄家庭相关8人确诊 加起来有19例 这三起案例让我们是要非常的警惕 至少要过两天才会稍微比较清楚 因为在新北戏址 还出现一名首摇引电源 感染源不明 位于新北戏址区的这间连锁饮料店 就是案19492工作的地点 他曾打过两剂BNT 2月3号咳嗽 9号就医裁检确诊 CT值21 1月31号到2月9号 有7天上班 发病前去过附近的药妆店 素食店和便利超商 而卫生局10号晚间也证实 饮料店另一名女同事 也有类似症状 目前快篩阳性 将进一步裁检PCR 结果将在11号出炉 工查店则公告暂停营业14天 既交区内10个人 现在目前在疫调 可以进行隔离 裁检中 开工就是从礼拜一开始 往后两个礼拜 假如说病例数没有急速的增加的话 其实我们算是安全的 黄高冰认为 过年风险观察期要两个礼拜 就知道疫情有没有失控 因为欧黄潜伏期短 有96%会在5天内发病 98%在7天内发病 不过才开工第四天 确诊案例就直线飙升 甚至横跨新北高频 染源不明 就怕疫情无法控制 社区大扩散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